来这一边我们看PMR2004的这一题 然后它说set square跟protector are not allowed for this question 所以你只能够用那个什么rules and conversers 就是尺跟原规 然后在这一边呢它叫你construct a triangle ABC begin from AB 然后它告诉你BC是6CM 然后AC是5CM So BC是6CM AC是5CM OK在这一边呢 它这一个点我这一个拿到了 这个是我的C 所以BC是6CM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你把你的尺放在那个 把你的原规放在尺上面 然后你量6CM 然后你就再放在这一个点上面 然后你撇低一撇 这一边 所以这一些每一个点 这一些每一个点都是距离B6CM 接着这一边是5CM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你把你的原规放在尺上面 然后你量5CM 然后接着你把它插在这一边 OK这个是你第二个动作 然后撇第二撇 OK 然后这一边这一些每一个点都距离那个A5CM 所以同时又距离A5CM又距离B6CM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的C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OK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就是我同时我的第三个步骤了 画这两条线 那就是一个深角形 然后题目在这一边呢 它说based on the diagram construct in a measure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 C and line AB 所以它现在要的是perpendicular distance 就是90度 from C to AB 所以C to AB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C to AB 然后90度在这一边 所以C不在线里面 它在线的外面 所以它线的外面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第四种90度 所以第四种90度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你把你的原规插在C上面 然后这个是我的第四个动作 然后你左边一撇 右边一撇 然后接着呢 你再来做的事情是 你就把你的原规插在这一个点这一边 这是第五个动作 然后你撇这一撇 OK 然后你再把你的原规插在这一边 OK 记得是碰到我要垂直的那条线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第六个动作 这一边第六个动作 然后接着我用这一点 跟我的那个C连接起来 第七个动作 然后我就有90度在这一边 OK 所以它那个90度垂直的时候 我的90度不在C 你看90度不在C 所以它是属于第四种画法 OK 然后它现在要的是 measure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between C跟Line AB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你去量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 之间的那一个长度 OK 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量 这一边到这一边的长度 你把扯放下来 然后你量这一边的那一个长度 OK 就4.4 4.5 4.6都能够接受了 OK 如果标准的答案是4.5的话 让4.4 4.5 4.6 如果标准答案是4.4的话 就4.3 4.4 4.5 小碎 是4 5 when 4 7 5 5 dicen 6 6 工工工工工 comigo